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我们一起做手工做的时间了 今集我和大家做马铃薯去污手工做 其实马铃薯本身都有去污功能 它的污漬 特别是清洁牢具的污漬 是很帮到手的 材料非常简单 只需要椰子油300克 芥花纸油50克 做造的氢氧化纳65克 加冰化1805克 还需要薯仔蓉115克 纯水50克 有两种精油 一种是 岩胶油加利油3克 茶树油2克 这两种精油都是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首先将薯仔做出薯仔用 皮是不用削的 只要洗干净自然皮切开 切成吧 裁成尾品 就只要工晶 gebouw 缽一115克 现在用50克的蒸馏水 倒下去 用攪拌器打成蓉 現在差不多了 已經變成樹泥了 我們就開始做溶油 先把椰子油放進水溫裡溶油 現在水已經中溫 把椰子油放進去 煮溶 像上一集 我的溫度不要太高 因為我們是做冷製的手工做 椰子油溶了之後 我把另一隻芥花紫油倒進去 攪拌一下 我又可以放在一邊 接著這個步驟 我們是做輕氧化蠟的溶冰 跟上一集一樣 我們都要做好安全措施 開個窗 讓它多些通風 戴個口罩 戴個手套 將這些氧氧化蠟分三次 倒進冰裡 讓它溶 慢慢溶了一次 差不多了 不可以心急 一次過倒進去 分三次 最後下一次 你看到一粒粒的crystal 慢慢都溶完了 我又可以測一下 現在這個溫度很高 差不多65 我們就要放進冰水裡 降至40度 這一盤就是冰水來的 我將它這樣去 左凍去 降至40度 差不多了 我又再看看油溫多少 都是40度 現在油脂和鹼液都是40度 我可以將它混合 這樣我們就發勻 然後將它拉出來 攪拌以後 就可以用這個攪拌處 將它打 我們打的時候 盡量不要放太高 不要放那麼多空氣 走進去 打到差不多 分半小時 你又要給它停下 打一下停下 打一下停下 讓它出來的鹼液就會滑些 打到大概五分鐘 搞到結了 我可以看到 我这个时候先下蒸油 有5g 倒下去 我们继续搅拌 大约搅拌200下 看到有点滑痕的状态 再下薯仔泥 之后我们先用手搅拌 最后的步骤大约3-5分钟 我们就可以入口了 差不多了 我预备了一个牛奶盒 清洁了里面 把它倒下去 入口之后 尽量搅拌 有很多空气在里面 然后用胶纸 把它封住 放在保温箱里 一晚就可以了 我之前都已经预备了一个 我们拿这个来切造 这个就是我们昨晚做完之后 隔了一晚 现在已经硬了 我们可以撕了这些纸 去切造 这一块就是500g 的马铃薯手工造 塗些油在刀面 这样切下去就会比较顺 更均一样 我们都要四至六个星期的造化期 这个肺肝就可以用了 厨房的那些炉头 都会有很多油漬 那些衣服 有很多汗漬 污漬的 这一块的马铃薯手工造 可以帮助你 现在马铃薯去污手工造 就已经完成了 下一次我和大家做 另一种手工造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